今天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特殊的环境 以及采取特殊的措施这么一个形式下 召开我们这位毕业典礼 我觉得特别高兴 因为我自己是北大人 北大毕业了 这是一个学习的句号 但是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 我现在也在学习 我还已经健康服务60年了 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另外60年 但是我起码要为主国再服务若干人 所以我对北大人的 我们北大毕业生的气质 我提出这么几个要求 我自己也是对我的助手 也是提出这么一个要求 我们的北大人 我们的毕业生 不但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 而且应该有很强的追求 我们不应该 不单是要有志体 而且我们还要 争取 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环境 我们一定要争取 我们不但要有 这个热情 而且更重要的是 需要有激情 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 用我们的努力 迎接祖国美丽的明天